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10月19日台股开牌12803点 中场收在12908点涨157点 投资长之前有预言将会由辉瑞率先研发出疫苗 非常有可能预言成真 现在辉瑞疫苗问世的时间表已经出炉了 激励了美股道琼收高100点 四大指数是涨跌互鉴 而今天台股也是开高走高 收在相对高点 一口气也是站回了5日均线 终结了连5天的黑K 后续盘式解析 邀请经济日报全国冠军记录保持人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Roy各位朋友大家好 Jason你好 Jason你好 投资长上周有一个大胆预告 这个号称连最节省的那个男人Jason 要买的iPhone 12 这系列会销量爆大热门 哎 投资长预测超准 现在报复性消费力道非常猛 我们有看到预购已经最快要到一个月才会到货 而且Jason最想买的那支iPhone 12 Pro Max 要到11月6号才可以开始预购 对现在只是最普通的手机喔 对就两支而已 就这两支而已喔 对不对 那其他的 其他的还没有 Pro Max还没有销售喔 没错 那现在就已经销售长红了喔 那个销售量是要等一个月我给大家看事实喔 对我有看到预购量大概是去年的2到4倍 现在就已经是了 真的很夸张耶 所以你看到今天平概股是不是 你看雨露金章 对啊 这台股为什么涨140点不是要告诉你的吗 对 对 马上去 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们也看到台积电也终于回神领功上涨了 对那投资长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平概股的利多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发酵 大家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 喔来不来得及喔 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来不及了 你现在再买iPhone12的手机你来不及了 对 因为你要等一个月 对 你真的是要等一个月啊 投资朋友 对 大家可以看那个预购表单啦 我刚才设计去预购一下 全部都是销售完毕 销完毕就算你要等一个月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手机喔 毛利最高是iPhone12 Pro Max喔 你动质要四五万块以上的喔 我是打算买这一支喔 是 12我肯成也买啦 我为大家啦 我这是为大家做研究 因为我要看那个 那个海军蓝好不好看 有些人说很难看 有些人说不错看 到时候实拍给大家看吧 我实拍给大家看看 好我画面稍微不好意思 我换一下这个东西 来给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喔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看一下 iPhone12 有没有看到喔 太平洋蓝色 你有没有看到 订购日期什么时候 11月 今天订购送达日期 11月19号 一个月啊 哇要等好久喔 37,400的对不对 对 有没有看到喔 12 Pro Max 有没有看到喔 8万8 不小心因为我太兴奋了 不小心订两台 没有这预 手很兴奋的在抖 手很抖啦 没有啦 这个也是 你看送达日期 11月19号 我没有刚才订的啦 不小心在录影之前 赶快把它订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而已啦 这没有 但不用买那么多台啦 有钱不这样花啦 头掌 你看都是要一头头九 都三个月 你看不论是512GB 还是256GB 都要一个月 对 有没有 那你说 头掌是因为太平洋蓝色啊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 想要不一样新的颜色 那金色呢 还是一个月啊 金色还是一个月 对 哇那真的是超量大爆热闻耶 头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 你一定要看到新闻出现的 我说哇 这Jason真的厉害 连Jason都心动的手机 难怪大卖 好像代言人喔 你需要这样子吗 嗯 头没有 对啊 搞得好像我是代言人 每天宣传这个手机 我已经告诉你事实了 我说逻辑是报复性消费 那什么叫报复性消费 我说 我说很简单 是 我说二十年前的时候 为什么才叫二十年前 我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出国的时候 大家同能会抱以羡慕的一个感觉 可是现在呢 现在很多小职族 他其他一年的一个 唯一的兴趣就是一年出国一两次 对 那现在能出国吗 若你举手嘛 现在能出国吗 不行嘛 乖乖待在台湾嘛 对啊 那你看 那你在出国这一两次 头没有 那你现在的钱干嘛 省下来 不对啊 你省下来 你明年再存钱就出国就好 那今年你想干嘛 单人会想要买东西 那什么叫做对青少年来讲 对那些年轻人来讲 什么叫潮流 你买新的手机 因为手机本来就消耗比 没错 尤其很多新的买iPhoneX的 我的身边朋友至少三个 iPhoneX 就是iPhoneX三年前出的那支手机 三年前出的那支手机 同没有 你知道吗 他们通通都想换手机 因为iPhoneX的序列 实在太烂了 太烂了 不只一个人讲哦 我都有做调查 是我身边我认识的 就少三个人以上跟我这样讲 他受不了 因为iPhoneX的蓄电量太烂了 他想换新手机 是 所以在iPhone的12 Pro 12 Pro Max 比你想要说卖得好 因为很多人出国的预算 全部拿来买手机 觉得臭臭有余嘛 因为那本来就可能要买手机 加上出国的消费 对我来说这个潮流嘛 新手机 我换得开心 是不是 我换得开心 就像我讲的嘛 是不是 我说过网络媒体的一个新盛 像很多人你都不看电视的啊 反正说中华财经来的事件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从来财经来的电视还会倒闭 其实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用手机 投影到电视上去的 新的机种都是这样子 那代表手机更重要 对 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 重点是小资组的这些 报复性消费 包含我也想出国啊 是 同没有 那问题是不能出国干嘛 买东西来卸分一下啊 就这样子 就人们嘛 看见趋势 那你不懂 你就要这个好讲 那有道理 那到底会卖多好 那三礼拜三礼拜四 都已经声音文出来了 台湾大哥大的订贡 爆表了 还要排队 手机淡掉了 对 网页淡掉了 那搞不清楚 我说这个东西还会持续发酵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的资金 不一定会去怎么样 不一定会看 台湾大哥大的一个销售量嘛 台湾大哥大的iPhone12销售量 中华电信iPhone12销售量 可是问题是 见为资助 你统计学来讲的话 你懂不懂 你已经高了49人以上 100人以上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有效的统计数据了 对 你懂不懂 那更快是几万人的订购量呢 所以我见为资助 我知道全世界更快 台湾还是可以出去旅游 美国是不能出去 不太能出去旅游的 你懂不懂 憋坏了 憋坏了啦 他们疫情更严重 所以我说华尔街资金 他不一定会看台湾的经济工商头版 可是我们会看 看报纸是要看到现在的报纸 预设未来的行情 不是叫你看报纸做股票 只看报纸做股票 那人人都是大富翁的 有可能吗 所以看报纸知道 华尔街可能还要等待iPhone12 礼拜六的预购 我后来讲错了 是礼拜五的预购 我要跟省 礼拜五预购 记错时间 礼拜晚上8点预购 然后咧 他我也抢不到起司 我记得到礼拜六去 晚了一天 就要等一个月 我打算叫助理 你帮我排队一下 因为想赶快拆蓝色给大家看 好不好 所以你看 等到礼拜晚上 你看预购以后知道 华尔街资金知道以后怎么办 他就会去买一些平概股嘛 这些红海是什么 华尔街资金嘛 外资一些资金 买红海嘛 对啊 红海经济也有表现超好 不可能只是一个什么 什么我要跨入一个汽车的 汽车界的安卓 不可能只会攒一天 突然攒到两天以上 甚至他的真顶 甚至你看一些 华信官这些5GG台盛行 那不都是用iPhone12的关系吗 因为iPhone12全部都5G啊 红海为什么大展特展呢 因为iPhone销售量特好啊 为什么今天亚洲股市 肉眼告诉我 亚洲股市今天谁最强 今天台股 就是台股 对 那为什么台股最强 因为台股是平概股最纯的股市嘛 对 台积电红海 全中前两大 哪一个不是平概股 这些逻辑思考这么简单的 你都搞不清楚 上周就告诉大家了 就告诉大家啦 我说你要懂什么叫胜算 我讲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胜算八成 可是你看到台湾大哥大中华电信的预购量爆表了 破表了你就知道这个胜算八成九成九 你就应该去做 应该去做平概股啊 嗯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啊 我不去事后要拨马后炮 台积电红海拉起来台股其他股市 当然语路均章嘛 对 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 所以我的居荣居荣才会差亮眼嘛 所以我讲的很多股票就这样 所以台湾股市 居荣等一下再讲 好 所以台湾股市是这样子的 我说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的分析师好不好 来 来 我说你要想想看你要真的分析 为什么说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这边 软底有一点点问题 我说这些股市做最后最后的预测方式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走势 好 大盘的一个走势在这边而言 来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往上攻击 他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非常有机会 为什么我们是非常有机会 我在讲一件事哦 好 我刚才逻辑去告诉你答案 为什么肉依告诉你答案 我说你看到 你看到我杰森在预告了 我说小吃竹要想消费手机 这是应应合理的逻辑嘛 你不然就算了 iPhone现在已经销售破表了 中华电信已经销售破表了 你还不了解 好 那现在我已经给你看到 刚才我是用Apple 那个Apple的程式啊 Apple的程式的碗页啊 去买新手机 官方网站嘛 去买新手机 告诉你一个月了 你要不要信 好 难道你要等到 11月几号 16号是不是 11月6号 11月6号 谢谢你 11月6号到10号Pro Max 卖更好 嗯 你才去追平概股吗 来不及 来不及 所以台股是势必非常非常有机会去创新高的 好 你懂不懂意思 好 你懂不懂意思 所以这个行情会持续的发下 是 好 这个行情会持续发下 它唯一唯一的一个问题是辉瑞 疫苗还有选举的问题 对 因为投资长之前就有铁口指段说 疫苗会率先由这个辉瑞研发量产 但是他现在时间表也公布 他最快其实要到11月底前才有可能会紧急核准 但是投资长之前就有推论啊 如果说10月底前可以量产的话 因为川普的胜率就会很高 那现在这个总统大选的选情 投资长要怎么看呢 我跟你讲这个超级难的 我虽然讲话很臭屁 哇这个iPhone卖得太好 特好 可是这个总统大选 对不对 对 现在已经超乎我想象的 复杂了 对 因为我考虑第一个疫苗 第二个没有疫苗 第一个疫苗是 因为他现在有个东西 他那个有没有效的数据 会在10月底之前 好 然后为什么要等到11月 因为10月第三周才知道安全性 为什么安全性 因为你打了有效 要打到每一个人身上 你打了有效 你打了有效 比如说你有效 我测试病毒 或者你打了真的有效以后 可是有效以后 有效 有没有有效是马上知道 不可能 有没有有效 通常 应该这样讲 有没有有效跟 有没有害 通常有没有有效马上知道 有没有害 要比有没有效再隔一段时间 是 那听懂 有听得复杂吗 要看身体反应 对 我有病毒以后 我打了有没有效 可能很快就可以了 可是有没有害 有没有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害 要过一段时间 有些打了疫苗 会产出畸形额 会生出畸形额 这个要一段时间 所以他现在先看有没有效 这个月就知道了 可是他有没有效 其实有没有安全期 大概也知道 除非有非常大的意外 因为你在打的过程中 大概就有陆续回报了 对 所以其实10月底 就可以确定了 他到底可不可以产出疫苗 可是要正确的数据 一定要一段时间 对 我不能 因为还是有一些疫苗 很少很少疫苗 过一段时间以后 副作用都出现了 是 所以基本上10月底 你就知道辉瑞是不是 可是至少我是对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最快就是辉瑞 只有辉瑞人在11月底之前 对啊 可是看起来10月底是不太可能的 好是不太可能 那川普会当选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 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川普会当选 这个很尴尬 因为你说有没有疫苗 可是10月底已经有一个好数据了 对 可是没有打是事实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很难去判断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哇 真的川普 因为川普关系 把疫苗生出来 而且股市最坏就这样子了 以后只会好 更好 我们可以出国了 可以出去玩了 你懂我意思吗 好 可是问题是 这个很尴尬 股票市场可能会反应疫苗的利多 因为真的 大概10月底你就知道 疫苗是一定会生出来的 对 你懂我意思吧 安不安全性 其实基本上不会差太远 了解 可是还是要等 可是能不能打 能不能打在人身上 大规模打在人身上 可能要到11月底以后了 对 所以这个对川普的疫情 还是有影响 对股市可能是反主 对疫情有影响 因为 所以对川普的选举 是有负面影响的 对 他不能在11月6号之前 所以川普也说了 他如果没单选的话 他可能不想留在美国了 对 他最近有这样 他最近有这样 你看他平常 有必须要讲这种话吗 对 所以 非常复杂的一个想法 想完以后 假设我认为 我还是压把川普有单选 我觉得竞争的认者有一个优势 可是 他没有疫苗真的 单选的几率 我认为已经 又在下降一点点 我认为就是 差不多就是已经到52%而已 就是已经是两边都差不多了 你懂不懂意思啊 了解 因为没有疫苗还是有差 我不能打还是有差 虽然数据知道 可是有时候能不能看很短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川普输了 美国股市还是涨起来呢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说这个已经超乎 我想象太多 太多东西了 头长虽然讲话很臭屁 对 可是有时候真的 超乎我想象的时候 我还是会承认 这个我没办法 很老实的 我还是会跟大家讲 可是我行的 我一定跟大家讲行 好 是有人讲的 所以譬如说 iPhone 12 Pro 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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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确定 才会卖得超级超级好 甚至可能史上最好的一次 我说史上最好的 超越iPhone 6 嗯 史上最好的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可能 好 因为这就是报复性消费的差别 因为百年一次才有这种疫情 你相信我 好 因为就算11月可以吃打 也不是每个人马上出国 而且你从1月到12月 你还是累积不少钱没有消费 你还是想一次买光光 这一次iPhone 12 卖得比想象中更好 我要跟你讲更好 这是非常确定的事情 选取的事情太复杂了 我们慢慢的想 包括川普万一选输了 美国股市一定会崩吗 那是不是今天已经告诉你 他不会崩呢 这个有太多要想象的空间了 我慢慢的考虑 我慢慢的想 想清楚的跟你讲 但追踪给大家 只是知道辉瑞这个事情 我们是对的嘛 好不好 好 这跟大家讲 只是说10月底 数据出来就可以确定 11月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讲 好 这些逻辑是要跟大家讲 除了这以外 可是我跟妳讲 平概股 还是会再喷 你不要说没有机会 那投资本周就是 那个旗指结算 对 因为投资之前都有教大家 单通顺势盘 我赶快跟你讲一下 好不好 各位谢谢你 那如果就像今天一样 你看 其实你看我准 什么准的 开盘是什么 都让你也没讲 那是我礼拜一没讲 我节目以前一定有讲 好不好 而且我讲了至少几十次 对 这是名言了 当然开盘是相对低点或高点 你看一路走 是 顺势向上 我开高以后一路走低 反正就是一路走高或一路走低 叫单通顺势盘 对 明天也是有机会 好 明天也是有机会 好 好不好 明天也是有机会 我跟大家讲一路开高一路走低 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讲的东西 画面给我 画面给我 肉影 真的是我自己不认真 我马上把它找一下 选择全会平仓 顺便看一下 选择全会平仓 好不好 支撑压力表 马上看一下 哇 及时公布给大家 我打字打很快 你看我打 你看我有品尝 我已经搜寻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一万两千 一万三有两万两千口 还有等于一万两千九的 压力还不够多 大概一万五千口而已 现在已经到一万两千九 对不对 对 大概一万三才有压力 你们看到 一万三大概两万两千口 你们看不懂 没关系 跳出来别人 帮别人打广告 呸呸呸 在别的网站 好 跟大家讲 好 还是希望大家选择当分析师 会比较好 很多人又嫉妒分析师 又喜欢批评分析师 可是做的又跟分析师 一样的事情 然后又去收费 然后报名牌 订阅 开课程 同学们 这其实都可能 都已经几乎很多都违反了 证券信托及顾问法 第四条 尤其你不要那种免费的名牌 同学们 像 哇 像哇 我不要参加分析师 我跟分析师讲的很夸张 我就相信那数人连脸都没看过 然后被受骗更夸张 更严重 更冥想 更恐怖 这个例子 不升没局 免费的最贵 你永远免费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很记得一件事情 好不好 现在我跟你讲 我讲到最后 我说你要不要参加我行列 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对啊 我讲得非常清楚 可是问题是 你也不会有压力 因为我会员人数 实在太多了 我可能大声跟你讲 我的演讲观众人数 也是全台湾最多的 对 我欢迎你去看 去比较一下 没有分析师可以像我这样子 而且肉依是在现场 他知道 是人山人海的 为高伯满座 连这边都满了 只是大家去缴会费 去参加会员 唯一的空位是空的 都去 下半场 你看下半场人还那么多 对 都只是 这是我个人的演讲讲座 我没有花什么广告费用 个人的演讲讲座 哦 我不是各大平台这样子乱打 乱打广告 不是有些 我没有在有些电视打任何的广告 对 就只有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这是跟大家讲的哦 比如YouTuber有告诉你这些消息 就这样子 这么多人数 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比 好不好 所以你要选要选第一名 所以同志们 为什么 同志们你看 而且我很臭屁 你看我很臭屁 为什么臭屁 我今天可以花30分钟的时间哦 同志们 去讲我的巨龙 哦对 同志们上桌就要大家擦亮双眼 你说 咦 大家有猜中吗 就是 巨龙 巨龙 你擦亮眼 同志们要唱一下吗 巨龙 我唱一下 没关系 你可以继续唱 因为刚才肉依说要唱 我先给他看一下巨龙 你看巨龙是暂停板 对 是不是 好 你要我唱吗 因为刚才肉依有唱了一首 我觉得蛮好玩的 他说 巨龙 巨龙 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你擦亮眼 遥远地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就叫郭哲龙 好不好好冷啊 刚好押韵耶 好冷喔 对不对 同志们哦 对 郭哲龙 那你带领这个巨龙 暂停板 真的 同志们 我跟你讲 我可以花30分钟 讲这个股票吗 我真的讲这个前面啊 我凌晨两点都在写文章啊 为什么 我不屑一顾 什么都不屑一顾 我觉得对我来说 暂停板刚好 刚好 真的刚好 同志们这个算小资本股票啦 我还没有全部会员出动啊 同志们没有 我会员出人数那么多 我觉得还好 我讲的是大行情 因为我跟你讲 我也有股票小小被套住啊 是 我也有股票获利出清啊 可是我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清楚 可是至少你知道我大方价是对的话 其实小方价也不会差太多嘛 嗯 就是真的 是不是 我讲得很清楚嘛 8月23点的时候 只有我讲到1万2 1万3嘛 可是巨龙 你看我昨天花多少时间 我昨天跟你讲老梗了 我说同志们你怎么这么梗 可以这么老了 我说巨龙 巨龙 你擦亮眼 这首歌你没有听过 有猜中的应该都有年纪 都有年纪 都老了啊 是不是 是不是我老了 我还说 这首歌是王力宏唱过的 你不会连王力宏都没听过吧 有可能 如果是王力宏都没听过 我跟你讲 真的老了 是王力宏真的老了 不是我老了 所以我跟你讲 那股票开玩笑 可是反之股是不是ok 上礼拜我说是太阳王 我的太阳王子 对 这礼拜什么 反之王啊 莉莉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我们不是讲到三个主持人 对 对 我们在主持人面前 要给讲清楚一下 不会介意吧 不会 你下次要买一个什么柔什么网的 看有没有什么肉依的 对 有什么柔衣 没有什么碗柔 没有这个股票啊 就没有这个股票啊 没啦 真的没 没有啦 好不好 我下次股票取一个名字 叫你的名字 好不好 碗柔 好 谢谢 结果是东干 对 为什么东干 可能是东 东方脾气最硬的叫东干 东干 没有啦 一直在说我吗 没有啦 开玩笑他脾气不会到很差啦 对 同事长之前太阳王这样接下来 巨楼已经飞上天了 对 我们今天标题大家都一定也想问 下一个要飞上天的 戴尼飞的 我跟你讲 平概股 然后巨楼还会在飞上天 哦 巨楼还在飞上天 巨楼还在飞上天 因为其实我会知道其他的消息 我也有去相关反弹公司 或派相关的研究员 去反弹公司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你确定 这些消息 订单消息是确定的话 会超乎你想象中的预期的好 哇 太棒了 为什么我跟这样 我变成一个良心竞争的 其实很多 你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经济人 或授权资金 他们是经济人兼研究员 我讲的是事实 你没办法想象 他超级亿的资金 他的研究员 他研究员 其实是经济人兼研究员 一个人而已 你几十亿的资金给他抄欸 对啊 你没想到 就是一个人 那一个人你怎么去做研究 你还要写报告 可是你看喔 通常你看 我有时间上台去讲话 欸不对喔 问题是我 这边有非常大的团队 为什么 因为我会议人数多 对 因为我会议人数多 有些人讲给我会费 那我足以去支撑 我去建立庞大的研究团队 所以我消息越来越灵活 那就像我讲的 我粉丝这么多 一人买一张股票 就容易喷出去的嘛 嗯 一人买一张股票 对 你看今天股价大涨超过7%嘛 6411股价上位新高 为什么 管理消息可转载 确定出来啦 是不是上礼拜 是啊 有 是上礼拜啊 我连什么时间上礼拜 都知道啊 好厉害喔 你不知道找个消息通通分析师 那管理出来都是今天大涨嘛 可是大涨又变利多 有点出境 可是至少今天穿新高啊 对 至少 可转载的价格出来啦 嗯 这些我都预告在前面 我没有施压码码砲啊 对 节目上都有跟大家说 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嘛 今天股价怎么样 今天股价怎么样 创新高 你看一下 有点开高走低 可是怎么样 我刚才助理有点讲错 开高走低杀到平盘 最后还拉尾盘 夸张欸 最后还给你拉尾盘 真的欸 尾盘又拉上了 最后给你拉尾盘 那你看我太阳冷 我讲了两个礼拜了 你不认为像那些什么联合再生 或这些相关节能概股 概念股 你会发现到 欸 今天也在强欸 欸 我的股票不只是短 可禅可短欸 哇 欸 这个是散散礼拜 散散礼拜的选股欸 是 节能股欸 嗯 朋友 我股票到这样 我还到你吗 真的 如果你全部都照做 你会赔钱吗 我只能 我只能 我可以至少跟你确定是想 赔钱继续很低啊 是 不是 所以你要去想一看你要赞分析师 可是你要够相信我 而且你相信的时间要很 要很 要比较长一点 不要今天买 明天没有赚到钱的 你开始在生气了 对 就被心掉了 是不是我跟你讲 你看你很赞生的穿新高啊 嗯 元金呢 讲不完啦 太阳玩还继续发光发热 是不是拉尾盘 对 那最强的是什么 居容居容你擦两眼 朋友你看 这样这首歌我就不会走 因为太简单了 居容暂停板 太强了 什么 居容暂停板 来你们看一下啊 为什么说看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说 两万七千八百六十二月订阅者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 使用Telegram 如果不是我直接下台一举功 如果不是我直接下台一举功 我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最多的 好我是全台湾最多粉丝的 同朋友我今天节目上 我们把影片放在东森财经台那边 同朋友 东森财经台同志朋友 你要赶快加入LINE跟加入Telegram 加入LINE跟加入Telegram 加入LINE跟加入Telegram 第一名的分析师 两万七千八百六十二位订阅者 全台湾最多人 分析师绝对是最多人的 LINE加Telegram也都是最多人的 来你们看一下 我说夸张的是 我的报酬量 两周就以20%以上报酬喔 来你觉得这不夸张吗 哎呦投赞还好 你看一下 你家报纸怎么写的 这里 这个是经济日报没错吧 对 这昨天的 昨天的嘛对不对 是 10月18号嘛对不对 这记者写的喔 来 华尔街大和郭哲荣上周投资组合涨 哇13.3% 对 开赛 开赛仅两周 总报酬率就已经来到20.7了 这点是开赛怎么样 金 两周两个礼拜 没有重点是什么 嗯 这边 二 仅二周 仅两周总报酬来到20.7% 是 中文好你要听懂意思 什么意思 天啊我27%就很夸张了 才两个礼拜就个20.7% 这多夸张的数字啊 超强的 所以你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是冠军记录 选股冠军 冠军很多个 可是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only me 是 我不是only有 我不是only you 是only me only me 对 朋友 我讲的是跟你夸张吗 我可以不然就20分钟30分钟 为什么 我在跟你讲大方向啊 大方向的重点 大方向是逻辑思考啊 我行就行 我不行就不行 疫苗辉瑞是最先的啊 是啊 啊辉瑞疫苗 怎么产现美国中大学 我觉得太复杂了 不行 我要再去多研究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你们有时候会觉得我臭屁 但是你不够了解我 是 那是因为我一直对我当然很臭屁 我错的时候我也很谦虚啦 你们懂吗 是 我是跟你讲实在话 所以你要赶快加我LINE跟加我Telegram 20% 那你看啊 来 平均20%等于收股票 你是一根暂停板 来你给我听 是不是反之王 聚荣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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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荣聚荣你插量 你看10月19号 聚荣 疫情开始在升温啊 虽然有疫苗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最好的时代 剩几分喔 下26嘛 那有6分 好 聚荣聚荣你插量 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 嗯 暂停耶同庙 看到 快暂停耶 这就是暂停板锁时 你看到 这是暂停板锁时 1466 来看一下 那你不觉得 就是平盖股在动吗 台积电鸿海那么强 人家大户 当然敢做股票啊 有基本面股票 当然敢做啊 暂停板锁时 锁了 不多啊 200多张 可是投资庙 礼拜五的时候 就已经暂停板 今天用一根暂停板 这是非常少数股票 可以一直涨的 像太阳人 为什么握着的耐 第一个我会选股票 第二个 我有去做真正的基本研究 对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养非常庞大的 我有培养非常庞大的研究团队 这不是嘴巴说 嘴巴说大家都会 那如果大家都养非常庞大的庞同学 为什么我的股票 近期就这么准 为什么股票中长期 你看起来就是这么多 为什么我的粉丝 还这么多人 不辞千里 愿意来参加我的演讲讲座 你没有看过任何人 这这么多人 各位 各位的分析前辈 我没有特别跟我说是谁 我是个小弟刚好运气 好 我跟各位分析师 也大概与人为上 可是你看这变成一个正向循环了 大家都觉得我抱牌很准 大家觉得我人很好 然后勒 你看我唯一台肥产 那个最多的我抱管定 抱管定啦 对了多好 那抱管定帽底 我要看到网易友在上面写啊 在PDK上面写 因为我不想针对谁 我去郭同胞的股票还好 我心想说 你觉得我抱的股票还好 你干嘛来听我演讲 你懂吗 我感觉吗 验证我的对还错 发现就对了 这真的是对的 我发现就对了 这变成我的粉丝了 他们要懂吗 画面给我 变成我的粉丝了 很多这样子啊 我看PD玩友啊 真的开玩笑说 Poche AG 有个叫Poche AG的 我说不知道 到底是折黑还是折粉 可是感觉 他每天看我节目以后 我觉得他好像真的变成一个折粉了 你问我演讲讲座 他都有来 是不是 有人告诉我的 是不是 好像他自己在上面写的 所以我很多玩友 到最后一开始想要笑折折 最后发现 被折折这个给我撒进 怎么样给融化了 因为我是为大家好的 我不是要故意出货给你们的 你看我股票爆了以后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展停板 是真的 没有可以看马后炮事后画的 连演讲送的股票都这么强 我发自内心希望你赚钱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不屑做出货事情 你什么iPhone 12 Pro 然后什么RTX30 80 这些热卖我都可以预告前面 你觉得呢 我的股票到底抢不抢 只剩2分钟了 我气死了每次在跟你讲心理的话 赶快 齐力星 我说过被动元界就是要看齐力星 齐力要喷的啦 被动元界真的可能要喷的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讲的喔 Masfi喷了以后 看能不能被动元界开始喷了喔 3037星星 听说消息他的对手有些利空消息 这个 龙火在此 这样讲就好了 听说 听说 好不好 对手是谁 我不能讲那么清楚 因为这个听说我没确定的话 我小心被告喔 听说利空 可是AMF载版这个真的很缺我喔 他缺点是什么 本益比太 太什么 太高了 好 这我跟大家讲是星星 那宣德呢 同志啊宣德勒 你不是说117要突破吗 我也说过 我说再没站稳 我说我考虑这样就不行了 我暗示你 肉眼我暗示过对不对 有有在见乎看 我跟你讲啦 这股票是被我卖下来的啦 我近期早就都出掉了 好 那时候我在暗示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行了 我对你们多好 难道我们要民事喔 朋友们现在在东升财经台 不是在民事 所以你要去喊你那件事 很多股票被我一卖卖下来 你真的不相信喔 那你可能不认识我 我那时候办一被动元件 我年初办一被动元件 好像是年初的时候 办一被动元件 卖在最高点 我没骗你 我是说真的 你还不够了解我 我说一切一切 预告在前面 朋友最好跟你讲 居龙居龙你插两眼 你到底要不要再跟我 加一栏股票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今天是报冠军选股 我每周都会 尽量准备新的股票来给你 你现在看你要怎么名字 想清楚想明白了 赶快 居龙居龙你插两眼 遥远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叫郭哲隆 我帮你选下一条巨龙 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想清楚欢迎来加我们行列 一切一切预告在前面 谢谢各位 想要跟着巨龙跟着郭哲隆 一起飞上天吗 赶快拨打我们的专线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